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紹一個營養豐富 老少平安的菜給大家 就是豆腐煮魚 很多人都會吃過的 你會吃老少平安 將魚滑、豆腐泥爛了 拌勻一起蒸 或者用來釀豆腐 將中間滑部分出來 將魚滑放進去 蒸又可以 煎又可以 很美味又沒有骨 所以大人小孩都很適合 特別是長者 最歡喜就是吃魚 容易消化 不過如果分開吃魚 再分開豆腐來吃 營養價值又不同 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知道 魚的營養價值高 在新光醫院的腎臟專科醫師 江守山說 吃魚防癌的效果 更勝於吃水果 建議民眾 將魚和豆腐配搭一起吃 不只能夠營養互補 還可以防病 因為他說 從營養成份來說 魚和豆腐的蛋白質 都不是完全的 但如果兩者配搭 可以互補不足 同時 魚和豆腐一起吃 令人體對吸收豆腐中的鈣 能夠起到一個很大的觸進作用 他說 豆腐雖然有很多鈣 但單獨吃不能讓人體吸收 魚的豐富維他命D 可以幫助人對鈣的吸收 提升高到二十多倍 同樣是一個食材 竟然有這麼大的分別 同時 魚肉有較多的不飽和脂肪酸 豆腐中的蛋白質 有大量的大豆兒黃酮 兩者都可以降低膽固醇的作用 一起吃對觀心病 和腦梗塞的防治很有幫助 很多廣告食品都會提供 小孩子想聰明吃多些DHA 而魚類裡的DHA很豐富 不過DHA屬於高度不飽和脂肪酸 很容易氧化 所以江醫師建議 魚買回來 越早煮越好 而且烹調時 最好用清蒸或焗 也可以用來做海鮮沙律 盡量避免油炸 這樣才能夠保存最多的DHA 所以今天介紹這個豆腐煮魚 真是大人小孩都不能缺少 希望你們善用這個配搭 增加多些的Coin和DHA 多謝你們收聽